嗨,我是索愛克 這支影片我們不做菜 要來開箱介紹我的新廚房 我是一名料理工作者 工作是做菜 也愛跟朋友在家吃飯 因為工作 我常常在不同的廚房做菜 所以打造新家廚房時 腦中已經有完整輪廓了 廚房舒服會讓你更想做菜 心情也會變好 今天就來看看 我新家廚房的設計細節 沒錯,這就是一篇炫耀文 文文文文 搬來這邊之後 每天醒來都有一種 我覺得我好像在錄反彈性節目喔 新家是我的好朋友Iris幫我設計的 我們把客廳分為三個區域 首先是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 不是廚房 是沙發區 我只要下班沒事之後 基本上我就是打開電動 黏在沙發上面 第二個呢是飯桌還有工作區 我通常做完菜之後 我會拿過來這邊吃 或者是我如果要用電腦工作 我要做一些比較認真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在這邊把它處理掉 那接下來就是今天的主角 各位引頸期盼的我的廚房啦 這一次的廚房呢 一樣喔 我做了一個中島 我就是很喜歡在中島 跟大家一起吃飯聊天的感覺 那除了中島之外 我還有一個L型的後廚房 後面這邊呢 就是我的儲藏跟工作區 然後側面這邊呢 是洗手槽 然後還有第二個明火爐 這一次我還是住在公寓的頂樓五樓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採光好 又很通風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跟人的氣有關係 你知道嗎 中年YouTuber 譬如說植物也需要在一個氣場好地方 才會長得漂亮 之前就有網友留言 在影片下面說 請問所來客家裡廚房那棵小樹 叫什麼名字喔 這一棵叫做孔雀木 可是它其實也不太能養在室內 其實基本上我所有室內的植物啊 我都會定期跟陽台的植物交換 就是我覺得一直放在室內的話 其實才是有點不健康啦 但家裡有植物就是很美 接下來就是這一集的重頭戲了 就是它 讓我從一個平凡的殺戮小孩 變成了一個不平凡的家庭 從我開始學做菜 我辛辛烈烈的 就是想要在家裡 裝一台這樣子的機器 從今天開始 割到往前走了 割了雙手以後 只用來打 只用來打電動了 我再也不拿來洗碗了 因為我的新家 已經正式安裝了一台洗碗機 本來看這個啦 唉唷 我在發光啊 哈囉 大家過得好嗎 這一台是伊萊克斯 全新的型號 極進呵護900系列 全千式洗碗機 KECA7300L 而且你們有看到 這邊寫XXL 大尺碼寶貝 它真的能夠洗非常多東西 昨天有不少人來家裡秤飯 那我就把剩下的碗盤全部都扔進去 到現在還沒整理 那它一共分成三層喔 最上面這一層呢 是拿來放餐具的 它有一個特別的餐具的收納 反正就是餐具放在這邊 它可以舒服的洗澡 被保護得很好 第二層我通常是拿來放杯子類的 我真的最喜歡洗碗機 是你看它杯子會洗到超乾淨 你常常會有些什麼烏漬啊 酒漬啊 它都可以處理得很乾淨喔 紅白酒杯啊 它有一個設計很讚 你可以直接扣上去 三層真的是滿夠的 我大概一天洗一次就好 很多朋友來也都放得下 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這個 你看 驚奇的瞬間 我超喜歡這個上拉式的設計 因為讓我這種廢人 不用彎腰下來 一個一個餐具慢慢放這樣 沒事啦 IF 紅點設計獎 基本的好不好 在規劃廚房的時候啊 其實已經有先留好一個洞了 然後也有留了一塊一樣的 這叫什麼 木皮面板 你來之後裝進去 就可以把你的木板黏起來 這樣看起來就會是一整組的 它的控制面板在正上方 平常是藏在裡面 有非常多不同的工人讓你選 我都是選... 選... 節能 它雖然需要四個小時 但它用的能源啊 或是水量都比較少 加了清潔劑之後 蓋起來 它就會乖乖的任命的 交給你了 然後我也提醒大家 你在把餐具放進去洗碗機之前啊 你要把上面的廚餘啊 殘渣剝乾淨 再放進去 但油脂類的沒關係 你是不用用熱水或什麼清洗掉的喔 比如說我非常喜歡在家裡用這種涼杯做美乃滋 就是油油的東西真的地獄難洗 可是有了洗碗機之後 我可以直接把整個杯子放進去 因為它裡頭有70度的高溫充洗 餐具洗出來真的就是乾淨溜溜 讚 怎麼樣我有洗碗機 水槽的部分 但我這一次呢真的是記取教訓 因為我上一個水槽做的有點太小了 這一次是跟台灣的廠商 Dayday訂的喔 它這個水槽真的就是很大 講不出別的形容詞 但是水槽就是大就夠用 它就非常讚 那水龍頭的話呢 也是跟Dayday訂的喔 它就是可以這樣 法國貨被我完成這樣 不過它非常的優雅 顏色很簡單 這邊是我昨天為了拍攝 這個急忙裝上去的 有了廚房掛感 我就我的人生跟廚房才算完整 它真的非常好用 你可以把這些小工具掛在這邊 洗完就扔上來 它多的水分就會自己瀝乾 那只要你東西乾乾淨淨 真的其實擺起來 好不好 生活的美感啦 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做這種中導的話 你一開始請師傅 幫你規劃還有設計的時候 你就要把你家電的尺寸給他 譬如說我這邊有裝IH爐 烤箱 你就要把他的體積型號 還有還要吃什麼電 都跟你的施工的師傅說 這樣子你中導整個櫃體做完之後呢 你的大家電 其實只要放上去插電 就可以直接用了 除了廚房設計之外 我想要跟費寶們分享一些 我最近愛用的居家小夥伴 像這一台 看起來真的很讚 你看我找空氣清淨機 真的找超久超多年 我最後決定把他帶回家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外型長得很好看 我就是一個膚淺的人啦 你看 你把它擺在家裡角落的時候 他看起來就是一台高級的音響 好不好 這一台是一台客司高效能抗菌 空氣清淨機 因為我家裡畢竟是開放式廚房 常常做完菜還是有很多 油煙啊粉塵什麼的 這時候我就會派他出來 賣命的幫我吸 反正他就會很賣力的 幫你把空氣吸得非常的乾淨 裡頭的一些什麼 排名啊 有的不的 他會幫你過濾掉我 推推 而且他是全自動的 完全不用理他 他如果空氣OK 就是藍光 我空氣不好他就會變成紅光 謝謝喔 每天都這樣子 賣命的幫我吸 辛苦了 這一台也是我最近的心頭好 我看他真的是相見恨晚 我活了十幾歲到現在 家裡第一次擁有吸塵器 我對他最驚豔的地方 就是他真的非常小聲耶 我示範給你們聽 開始了嗎 我記得小時候我在睡覺 我媽早上用吸塵器 我就被他吵醒 可是這一台不會耶 真的非常小聲 做菜常常會有一些麵粉啊 碎屑什麼掉在地上 以前要掃或拖很麻煩 我現在就是 可能每天花個十分鐘 吸一下 你知道常常吸就是 身體健康 家裡也會乾乾淨淨的 這兩台也是我 我覺得在家裡使用頻率 非常非常高的小家電 這一台是那個 Full Saver的真空包裝機 就是 你平常會拿來分裝食材 或是做低溫風調的時候 它可以軸真空 但我 最常拿來用的地方 其實是因為 我覺得它非常的環保 比如說家裡你買這一種 塑膠包裝的食材 你有時候剪開來 沒用完 你可能要再另外拿一個密封袋 或什麼的分裝 我就覺得有點浪費 但這台真空包裝機 就是你可以把它放進去 你只用它的熱風功能 沒有密封沒關係 但這樣子 你就至少少了一個包裝袋 聽起來非常的無聊 但對我這一種 環保WannaB的人士來說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也推薦給大家 另外一台 大家應該就非常常看到 我在影片裡面 會用到的氣炸國 我用的是菲利魯的牌子 因為就是 它真的做得最漂亮 我覺得 然後效能也蠻好的 平常在家裡 你要回熱一些 上一餐吃剩的肉 或者是你有一些 燒烤類的料理 都可以用氣炸鍋來做 然後因為氣炸鍋 它整個內鍋 是可以放到洗碗機裡面清洗的 所以我最近喜歡它的頻率又更高了 以前可能還會想說 要洗 想一下 但現在就是把它丟進去 開心 然後關於廚房設計 我覺得有一點其實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要有足夠的收納空間 你所有不會用到的地方 你應該都把它做成抽屜 或是層板什麼的 譬如說 這個鐘島下面 我做了兩個超大的拉屁 我把常用的一些 備料用的分裝器皿都放在這裡 我可以直接拿出來 然後L型廚房的下面 其實我也是 全部都做滿個抽屜 就是這些東西你都要好好把它收整 你廚房看起來才會乾淨整齊 牆上我也做了層板 然後剛剛有說到 廚房一定要做掛桿 你的東西才有地方放 而且其實我沒有把所有東西擺出來 我後面還有一間儲藏室 裡面被我塞到超爆 因為我會覺得 你會覺得東西少少的看起來就會 有一股油然而生的高級感 這是誰賈博士說的嗎 我剛剛講出來是不是很土 這誰啊 可能某個設計師吧之類的 就我覺得乾乾淨淨 簡簡單單素雅就是好看 風格上我會建議大家廚房的設計 我覺得不要做得太繽紛或太花俏 像我就抓了幾個比較單一材質的顏色 顏色比較重的話 我就有配了這一個 我覺得這個檯面超美 然後下面這個木紋貼皮也超美的 我覺得東西真的就是 越單一越簡單越好 因為這樣子 才可以聚焦在那個 非常吸引人的主廚身上 我在說小幅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個空間裡面 沒有什麼裝飾品 整個廚房最大的裝飾品 可能就是我本人 還有這個花瓶啦 就我不太買這些東西 我也不會掛畫或是掛海報 最主要是我覺得 因為廚房的工具真的很多 肉眼上看起來已經很大雜了 你要怎麼讓你的廚房空間看起來更好看 應該是你要用的這些日常用品 你的鍋碗瓢盆啊 你的湯匙啊 你的小器具 其實如果都用得漂漂亮亮的 然後也很實用的話 我覺得他們就是最棒的裝飾品 這算什麼實用美學嗎 其實還有很多小東西想要跟大家介紹 但就是礙於篇幅的關係 之後如果有時間我們再拍出來 比如說我常用的夾子啊 或者是我真的收藏了非常多 又美又實用的小工具 之後會拍好不好 我是廚房福寶手萊克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也會在這個新的廚房 拍出更多更讚的食譜 與各位分享 下禮拜影片見 掰掰